一名县高人员改证件号订票成绩被行政拘留7天 新京报快信近日 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安检员发现一名旅客改证件号订票 经后续了解 机场公安对该名旅客除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并罚款人民币500元 9月21日 首都机场安检员在国内安检现场执行验证任务时 发现一名欲乘坐出港航班的旅客 使用民航公安机关开具的临时身份成绩证明过检 首都机场安检提示广大旅客 根据民航局相关规定 在乘坐民用航空班机时 请携带好本人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切记使用变造 伪造 涂改 奥用他人证件乘机 以上行为均违法